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够语言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定义变量 对 不管您学习哪种语言 首先我认为您最应该学习的 就是变量的定义方式 今天咱们就学习构元的定义方式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要学习一下定义构元中的变量 该怎么做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好 咱们进入代码的部分 大家请看一上来是package 面包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再引用一个格式化输出的包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主函数 这都没说的 对吧 上期都给您讲过 接下来大家请看 字符形式 没中语言 都支持类型 构元 定起来 就好像是JavaScript 是吧 VAR 然后咱们定一个A 然后写上你好世界 对吧 然后咱们打印出来 是这样吧 我一边讲解 咱们一边开一个终端 一边讲解 一边运行 算了 是吧 这样好像效果更好 进入我的工作运较 然后 nano一个maingo 然后咱们考上 先考上咱们的包的部分 打印够元 然后后面 就是一个反括号 OK 咱们就运行 这件代码 应该在控制台上输出一个 你好 go世界 是吧 试一下 go run man 没有问题吧 你好 go世界 好的 这个是咱们定一个字符串 接下来 它支持多种类型 咱们一个一个简单的都试一下 好不好 比如说 它还能够定义int 大家注意看 字符串 什么都没写 但是int 我这后面要写个int 为什么叫int 如果您不写int的话 您有可能 各位编辑 他就不知道了 您是int型 对吧 您是实数型 您是32位的 您是64位的 他就不知道 所以这地方要定义一个具体的类型int 好吧 马上试一下 放到下面来 村盘退出 let's go 出来吧 10 20 对吧 咱们赋予的值就是10 20 而且这种逗号分割输出的写法 我是非常的喜欢 好 接下来 布尔形 布尔形 后面也不用说直接跟一个这么布之类 是吧 咱们就直接一个d 然后呢 一个t打印这个t就可以了 好不好 试一下 今天给您讲是比较基础的变量定义的方法 好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t吧 对不对 有朋友说 我想用force 那您这就改force 也是没有问题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浮点形 来了吧 刚才为什么这要定义int 因为他无法推论 这个地方 您是整数 还是实数 还是几十位的 对吧 现在有了 大家请看 我是float32位 让我传一个3.1415926 传个py进去 对吧 好 咱们试试 看能不能打出一个浮点 够 其实他的输出还能够格式化 咱们以后一点点讲 存盘退出运行 大家请看 3.1415925 我这名模是6 大家请看 他为什么这给个5 可恶 是吧 可恶 被四捨五入了 是吧 好 这个我想应该是3.141592653 对吧 后面应该还有53 不知道为什么 他给咱 给他舍弃一位 这个 购物员这就有点可恶了 科学计算 好像都是小时候点之后 几位他就会认为是同样一个事 好 咱们再看 咱们刚才做的都是 我定义了变量 然后呢 再给他付上一个数值 对吧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还可以用这种方式 对吧 我不加VAR了 我就直接硬性定义一个F 同时附上一个字符串 摇头裤 对吧 裤里嘛 一般都叫摇头裤 然后呢 我用这个冒号等号的方式 这样的话呢 就不用再用一个VAR 就能够去定义变量 同时给他附上一个初始值 好不好 马上实验一下 看这行报不报错 注意看 要报错说明我的课件座有问题 注意看 够 没有报错 摇头裤出来了 对吧 那么如果 朋友们 如果我把这个冒号去掉的话 这个F是不是没有定义 这个时候会不会报错 咱们再运行一下 清评 够 你看 没定义F吗 对吧 这就是定义加直接复值的写法 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写法 这个写法 我跟大家说 这个写法 是我看过的所有的 其他朋友写的一些项目的 够项目的标准写法 他们都很少使用VAR 但是有的公司可能比较严谨 他就要求 你定义变量 绝对不能写 冒号加等于 必须在上面先挖一个出来 然后变量定义都在某一个文件中的某一个特殊的区域 为什么 为了他要求变码规范 尤其日本公司 非常有这种 这种要求非常多 包括每个变量的前阵加什么 然后加不加下滑线 哪位英文要大写 都有严格的规定 首先说像我当时毕业时进入一家日本公司开发软件 在那个里面 一上来干什么 一上来 不是一上来 有活马上就干 不是 先读他的编码规范 先读他现成的代码 理解之后 先拷贝他的代码 然后编你现在程序 慢慢熟悉之后 再自己设计框架 大家都是这个感觉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又不得不说 老朋友好久不见 指针类型 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指向 字符串型的指针 好不好 然后呢 这地方咱们获取指针的 获取咱们的摇头裤的这个变量的地址 然后呢 我打印出咱们指针的指向的地址 同时打印出指针指向的内容 好不好 哎呀 指针真的是老朋友好久不见 马上进行看一下 存盘退出 够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摇头裤没问题 指针指向内容也是摇头裤也没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是指针指向的摇头裤 这个变量所存储的地址 这个您在您的本机运行的话 可能得到和我不一样的结果 为什么 咱每台机器的物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尤其您的应用程序的内存分配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您看到您的这个程序运行结果 未必是我打出来这个数值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您也正确 好不好 OK 以上大概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构语言中如何定义变量的简单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有所掌握 这个为咱们今后学构语言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参照 好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么多了 谢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不好 拜托大家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